刚刚卷完以后还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卷头发最快 你可以先把头发对半分完之后呢 你分为上下两区 要稍微扎的高一点 因为这样子扎高的话 头发的层次卷出来也会不一样 下面的头发一分为二 但如果头发有点多 其实要分三分会更好 先夹到中段 然后你就向上这样子卷 你可以稍微感觉一下 觉得这边有点烫手了 然后你就给它顺着拉下来 然后下面的部分再这样子给它卷上 然后再顺着拉下来 不要打开它 很多时候你们说卷完之后马上就散了 就是因为它的温度还没有定型 上面的头发一般会厚一点 所以你可以拿出售位的这样去感受一下 当心不要被烫到 然后顺着向下 上面可以分两束去卷 一样的去卷 这个橡皮筋呢 不要这样拽下来 这样可能会把你的头发拉变形 可以用这种小钩子 或者呢就直接用这个卷发棒 给它一烫就开了 你看这样子一点都不会伤到你的头发 然后呢你要手插到头皮 这样子去给它抖松 不要这样子去揉它 这样子去给它抖松 你看这样子花个三分钟 就可以卷出很有层次感 然后也很自然浪漫的大卷 这个卷度呢就是很有纹理感 就不会像那种卷卷很死板的感觉 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你学会了吗 着急出门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哦